那另外还有包括一些战火的部分 那乌克兰说 这次俄罗斯用了很多朝鲜的发射导弹 但是故障率偏高 据说一次发射50枚火星11导弹 但50%一半半路爆炸 所以国防部长邵逸古紧急改变了计划 讲到邵逸古都说他危险了 因为他的心腹大将副部长贪污 细节出来了1200万的美元 金额很大被捕 所以会不会下一个是他 但是因为他昨天全副戎装 站在这个检阅台上 检阅车上 所以大家说他安了 但我觉得未必 你看过去 你看过去其他普丁 普丁是个蛮沉着住气的人 所以他是不是安了不晓得 还有一个这个画面 几个人物我们拿出来讲一下 来导播把那个画面丢出来 车臣领导人 车臣领导人我对他印象最深刻 那张照片给我一下 有没有 车臣领导人你记不记得过去 他有一张卧举 躺在那边举重的画面 身材很高大 然后肌肉魁梧 但曾几何时 这次参加的时候 他光是进门脱个外套 两个人帮他脱 一个人脱脱不下来 另外一个跑来帮他脱 脱外套很困难 就是这个动作对他来讲有点困难 所以上次是魁梧 这次感觉上是臃肿 可能是健康上出了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画面事实上 他有非常非常多角度 但都是如此 看起来表情也是有点痛苦 所以健康可能出了问题 所以在这个典礼上 有几个特殊的人物 我稍后回到介大使 好 介大使看一下 这个昨天的阅兵的一些亮点 还有中间很多细节 值得关注 对 我觉得这个 主要是这个 庆祝普丁 普丁啊 这个当选 当选 那俄罗斯的这个宪法规定 他可以当六年 他现在七十一岁嘛 普丁七十一岁 所以等他作兰六年的时候 他会是俄罗斯 就是说近代以来 任期最长的 三十年 那之前能够超越他 现在目前还超越他史达林 史达林二十九年 他应该可以超越史达林 对 会超越史达林 而且以他身体状况 说不定还可以做到2036年 对 那说实话 你现在拜登七十 快八十岁 还在竞选下一任 对 那这个普丁做完这一任 他还没有到 还没有现在 他年龄比现在的 这个拜登还小 所以呢就是说 俄罗斯事实上的话 现在我觉得普丁 经过将近三年 两年多的这个战争 事实上可以看着 他的位置非常稳固 这个阅兵其实就要显示 他对军队的控制权力 一个政治人物 政治领导人对他的军事的控制能力 现在看起来还是牢牢的掌握 那邵宇谷事实上是他的战友 因为邵宇谷原来他不是军旅出身的 他本身不是像这个很多俄罗斯的过去这些国防部长 本身是军校出身 他不是 他不是 可是他在过去这个普丁 用这些铁碗政策 镇压 就是说跟这些周边的这些国家作战的时候 邵宇谷就是这个普丁的一个 左膀右臂 所以我认为邵宇谷跟普丁的关系 会经过这次战争 反而更加的密切 那而且挣前换将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那现在这场战争就是说 最主要是你的节奏 我觉得战争基本上 现在的节奏被谁掌握 谁就占优势的一方 现在整个战争 战争节奏就是普丁在掌握 他可放可收 你看当时这个 我们现在都已经忘记太多事了 莫斯科恐攻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不得了了 这个普丁要大肆的报复 可是普丁没有 到现在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叫我们 就是说孙子兵法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就是说主帅不可怒而兴施 你不能随着你的情绪 来决定你的打仗的战略的方向 这一点我觉得普丁就已经经历了考验 他是很沉得住气 非常沉得住气 而且他在这一次的这个 这一次这个就职典礼之前 他做了两个重大的决定 我们之前也讨论过 第一个他决定 非战略性核武的什么演习 也就是非战略核武 就是所谓的低当量的核武器 那也就是说一个核子弹呢 他的打击的能力 可能还小于就是说打这个长期广岛的 他的爆炸量 可是呢 他可以在这个战场的局部杀伤力 是非常大的 另外很重要一点 就是他跨过一个门槛 有的这场战争的话 我随时可以使用什么 核子武器来打 那这个就极大的威慑能力 不要说乌克兰 我觉得今天都会非常非常的 这个戒胜恐惧 那整个欧洲都会 因为普丁今天能够基本上 得到他内部民众 对他能够战胜这场战争的 最主要的这个心理的因素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的核子武力 对我让季大使继续讲 当然这个站稳脚步之后 这个普丁现在开始出访 那这次出访 目前传出来到北京 大概是15到16号左右 那其中还有越南 这个越南外交部 最近很不寻常的告诉欧盟 说下个礼拜 没有办法接待这个欧盟的高官 欧盟来的是哪一位呢 就是专门负责制裁 俄罗斯的这个最高层级的官员 所以越南拒绝了 说你延后到下半年再来 那之前我们看到 俄罗斯有发布讯息 普丁答应要去防卫越南 所以这次会不会是一趟 那还包括他这次 应该是要去土耳其 所以会是三个国家吗 还有个不寻常的 今天这个落媒发现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讯息 没有什么太多的讯息 只有这样而已 就是说呢 这个俄罗斯已经通气了 这个泽伦斯基 还包括这个前总统 但是俄罗斯的这个官网上 政府官网上 其实你可以找得到通气名单 然后打进去就会查得出来 所以这个大家就试着去打 这个输入 这个泽伦斯基的名字 生日等等 但是却突然之间消失了 五天前才通气 但是这个名单突然消失 看起来也不寻常 有哪些可能 这个非常不寻常 是啊 对啊 那就表示 这个俄罗斯 现在跟泽伦斯基的这个 这个高层 他们之间有联系管道 这一定都在随时在谈条件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战争的时候 双方就势不两立 老死不相往来 正好相反 我们看了很多这些战事 其实打得越激烈的时候 双方的高层之间的 互相的这种联系沟通 都不会断 我怎么脑袋中一下 突然跳出投降两个字 会跳到那么快吗 我觉得在妥协当中 妥协中 在妥协当中 那这个就变成就是说情势使然 我觉得战场上 基本上不是靠什么 道德劝服啊 或怎么样 最后还是战场的这个实力 大家好 比这个好 较劲之下好 让对方不得不低头 那现在这个好 这个 因为当时我们讨论过 这个通缉泽伦斯基 这个意涵极为的 极为的复杂跟严重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一直认为说 普丁想要把泽伦斯基这个人 脑袋还放在他的项上 将来他有代表性 来跟这个俄罗斯来弹劾 来这个割地赔款 对不对 你把普丁 你把泽伦斯基杀掉以后 这个好 这个就是说 今天这个乌克兰 内部乱掉的时候 你还更难 更难收拾残局 你要有一个可以 基本上跟你一起收拾残局的 一个对象 那现在突然就是说 我通缉你 意思就是说 你已经不在我考虑范围了 那这个对泽伦斯基来讲的话 是非常大的一个警告 所以可能双方有些管道开始谈 然后所以说这个名单 名字突然消失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只是那个讯息会是什么 目前还不知道 那你怎么看到普丁的出访 越南土耳其当然目前也都还没有官宣 会不会是同一趟也不知道 但是确定我们看到这些都是在普丁的出访名单上 对决定一个战争的历史上决定一个战争的一个 最后胜负两个最主要因素 第一个就是战场上 这个两军直接较量 谁高下来分一个高下 另外就是外交 外交非常重要 这里面 俄罗斯事实上的话 一开始打的时候 它基本上是稳住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那另外呢能够给它资源的国家或者不跟它导弹国家 基本上就是中亚国家了 中亚就是说毒联体啊 这一些好比如说哈萨克啊 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些国家 事实上它也稳住了 所以呢我觉得今年又是这个金砖国家的好 俄罗斯轮值主席年 那么到了下半年以后 这个多边外交 对于普丁开始多边外交就要开始动起来了 所以他先要把这个双边的关系都要串联好 因为这个多边关系的基础在双边关系 你要推动在多边的这个领域上 你要推动重大的这些 这些政治工程的话 你要双边关系先讲好 那中国大陆也要讲好 很多重要的这些伙伴国家要讲好 所以这个过程中你就看普丁我觉得 他先把这个战争的节奏抓好以后 然后呢内部政权巩固的非常巩固以后 他这个87.87的这个得票率 然后呢接着就在外交上面布局 我觉得他们也在迎接一个什么 迎接一个后拜登的时代 拜登看起来基本上现在是什么呀 现在是焦头烂额 然后美国内部被他搞得一团乱 他这个深入涉入了两个战场 美国又没有办法予取予求 美国现在真的是深陷两个泥脑 对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这个对照性很强 一个是这个普丁在这个战场当中 现在站起来了 中国的这个稳定发展 加上这个美国的混乱 其实我跟纪大使这个礼拜四 事件越来越卢有完全的 大家记得没有看到的话 记得要去补个课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请偿点赞 这种频道